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宋朝皇室的遗传病的问题 大家知道宋朝总共有18位皇帝 9位是在北宋时期 9位是在南宋时期 这18位皇帝平均的寿命只有46岁 比较那些士大夫阶层 他们的平均寿命的差不多60岁左右 所以宋朝皇室他们享受的医疗条件更好 但是他们的平均寿命却非常低 而且大部分这些驾崩的皇帝们 他们都是死于猝死报亡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后世有很多专家对此进行了研究 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在宋朝的皇室中存在着一种遗传性的疾病 这种疾病呢 一方面体现在心脑血管疾病 而另外一方面呢 则体现在精神疾病 那么到底宋朝皇室中他们遗传的是精神疾病呢 还是心血管疾病呢 还是说他们都中了大奖了 两者都遗传了呢 其实啊这个二者说的是一回事 虽然说精神疾病呢 不会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但是呢 心血管疾病确实可以直接导致精神障碍的发生 也就是说导致精神疾病的发生 这个这方面呢 有很多的医学方面的书啊 还有一些百科知识 大家都可以去查一查 我也是看了一些百科啊 因为我对医学方面也是门外汉嘛 我也看了一些百科的书 这方面的介绍 知道这个心血管疾病呢 由于他的心功能不全呀 导致大脑供养不足等等等等 就会导致呢产生一些精神疾病 比如说焦虑呀 抑郁呀 幻想啊 恐惧呀等等等等 所以说呀 宋朝的皇室啊 他们应该在他们的家族中遗传着一种 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那么这个遗传基因呢 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不同的反应 有的人呢 可能会体现出精神障碍方面的疾病 比如说咱们以前聊到过的宋英宗 还有一些人呢 会表现为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宋人宗 或者还有一些人是二者兼为有之 今天呢 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把宋朝的这18位皇帝呀 按照顺序啊 咱们捋一下 一来呢 是了解一下这些病 他们生病的病因是不是像这些专家们认为的这样 他们是因为遗传基因造成的 另外一方面呢 也想给大家回顾一下整个的宋朝这些皇帝的历史 特别是南宋 咱们以前很少提及 这次呢 我想把南宋的几个皇帝按时期去说一说 就是大致说一下吧 让大家也有一个印象 说宋朝第一个皇帝 我们就要从宋太祖赵匡印说起 一说到赵匡印呢 我们就会想到那个神秘事件叫做竹影辅生 竹影辅生呢 大家可能都清楚 就是说赵匡印跟赵光印一起喝酒 外面的仆人们看到他们那个烛光下的影子 还听到了一个斧头落地的声音 然后第二天的赵匡印就突然死了 然后赵光印就继承了皇位 后世人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赵光印 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把他的哥哥赵匡印杀死了 继承了皇位 而这皇位呢 也不是赵光印应得的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遗传基因的这个说法的话 那么赵匡印的死就有另外一个解读了 就不是说赵光印把他杀死的 而是呢 因为赵匡印的喝了很多酒 而且当时呢天气还非常寒冷 在这种情况下呢 很有可能引发心血管疾病 比如说脑出血呀等等等等 当然了 这也只是一种说法 另外呢 还有一个例子呢 是关于赵廷美 赵廷美呢是赵匡印的三弟 等于是也是赵光义的弟弟 赵光义继位以后呢 就有人说赵廷美意图谋反 于是呢赵光义呢就把赵廷美呢贬到了 房州做了一个小官 当时呢 赵廷美呢就抑郁 然后就死了 死的时候呢 只有三十多岁 按正常来说 虽然说官场失忆呀 面临一些困难局面 但是对于一个三十岁的人来说 就这么轻易的死去 还是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 史书上记载呢 赵廷美是因为忧忌而死 就是他又担心又害怕就这么死了 赵廷美的死啊 还引发了另外一个人的风筝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叫赵元左 赵元左呢是赵光义的长子 也是赵光义最忠义的皇位的继承人 为了让赵元左继承这皇位呀 赵光义可以说是做了不少事情 缺德的不缺德的都做了 结果呢 这赵元左呢 倒是不领赵光义的情 赵元左对他这个三叔赵廷美啊 印象特别好 他们的关系也非常好 赵廷美因为被罢处 然后幽惧而死 这件事情呢 极大的刺激了赵元左 赵元左因此呢就疯了 他曾经用一把刀啊 因为一点小事 就把周围的侍从给刺伤了 为此呢 赵光义很生气 就把他降了值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 赵元左的病情呢 就好像有很大的好转 赵光义也很高兴 他还是很希望把皇位传给他这个儿子嘛 他还百宴庆祝啊 庆祝这个赵元左呀 恢复健康 当时呢 因为赵元左刚刚恢复 所以呢 他就没有请赵元左 而他的第二儿子赵元喜 又故意的在赵元左面前说 哎呀 父亲请我们吃饭 怎么没有叫你啊等等等等 这一下呢 又刺激了赵元左 赵元左又疯了 把宫殿给点着了 为这事赵光义真是非常非常的生气 于是呢 就把他贬为了庶人 彻底的失去了皇位继承权 后来赵光义呢 就把皇位传给了宋真宗赵恒 宋真宗赵恒呢 刚开始一段时间还是很不错的 历经图治啊 国家治理的也很不错 到后面他就身体就每况愈下 宋真宗所表现的症状呢 就是那种明显的中风的症状啊 他属于半边身子不能动 语言能力丧失 他只能用手写字跟臣下们沟通国事 随着他病情的越来越重呢 下面的臣子们呢 也希望他能够把皇位呢 传给太子 就是当时的赵真 宋真宗呢 当时是同意了 然后过段时间呢 可能是因为身体状况不好吧 又把这事也忘了 后面呢 就有一个太监姓周的太监 他想提醒宋真宗 要他赶紧把皇位传给太子 但是呢 他这个提醒的手段呀 有一点搞笑 有一天呀 他趁着四下无人 只有他跟宋真宗赵恒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拿出一把小刀 在胸口上划了一条口子 流了一些血出来 他是想向这个宋真宗啊 表忠心就告诉宋真宗 我是一心的 是为着咱们的江山设计 没有其他想法 你看看我忠心可见 可是这一下就把宋真宗给吓坏了 宋真宗一下子就一病不起 然后没过多久 就驾崩了 然后呢 宋仁宗继位 宋仁宗呢 电视剧里呢 看到他都是那种优雅的形象 但实际上呢 他生病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的不堪的 曾经他接待辽国使者的时候呢 他坐在龙椅上呢 是说不出话来的 而且呢身边的太监呢 还必须眼明手快 为什么呢 因为要随时接住 从他口里流下来的口水 大家可以想象 这当时应该是一种轻度中风的状态 而且呢 宋仁宗呢 还经常会出现不愈的状态 不愈呢 就是昏迷不醒 昏厥了 然后醒来以后呢 就开始有点近乎癫惶 像有一次他就大喊 曹皇后和张茂泽毛大逆 其实如果宋仁宗真的认为曹皇后跟张茂泽毛大逆的话 他也不会在后来呢 并没有去追究他们两个人 可见呢 他当时只是一种一时的胡言乱语 周围的臣子 包括那个文彦博也安慰张茂泽说 哎皇上呢 就是病后以后胡语妄语而已 不要放在心上 仁宗皇帝呢 最后很可能死于心梗啊 心脚痛那种 因为他当时死时的状态呢 是紧握着胸口 然后脸憋的发紫的那种状态 然后呢 传位给了宋英宗 宋英宗呢 我就不用说了 前面几集呢 介绍宋英宗的时候说的已经够多了 宋英宗就是我说那种特别幸运的人 得两项大奖 他不光有明显的心血管疾病 而且还有明显的精神疾病啊 然后后面呢 就是宋神宗宋哲宗 宋神宗呢 只活了38岁 他驾崩的时候呢 有明显的脑血栓的症状 宋哲宗呢 也是宋哲宗呢 也是英年早逝 虽然说在他身上没有体现出很多的那种疯癫的行为啊 但是从这么年轻就猝死的话 也很有可能跟心血管疾病有关系 然后呢 就是宋徽宗跟宋亲宗 宋徽宗呢 在他被掳往金国的路上曾经发生过中风 徽宗跟亲宗到了金国以后呢 就很少有他们在身体方面的这些记载 但是亲宗呢 从他的总体反应来看 感觉上他的智力是令人堪忧的 北宋完了以后呢 就是南宋南宋的第一个皇帝赵构 总的来说还是身体还是很不错的 他应该是活了八十多岁 如果说不能生育不是病的话 那赵构的身体就算是很好了 因为赵构不能生育 所以呢 最后皇位呢就传给了太宗一系的后人 就是宋孝宗 宋孝宗啊 在南宋这九个皇帝里算是最好的一个了 在位期间也是历经图治 很想光复河山啊 他为岳飞平反昭雪 又追贬了秦桧 但是啊 很可惜 高宗赵构呢 在孝宗 继位当皇帝以后呢 他并没有驾崩 他是做了太上皇 所以呢 在孝宗做皇帝的这些年呢 上面有一太上皇制者 好多事情呢 他也不能大胆的去做 也觉得很憋屈 于是呢 他在执政了十几年以后呢 就把皇位善让给了自己的儿子 他特别选了一个最好的儿子 继承这皇位 就是宋光宗 这宋孝宗啊 治理国家呢 还算是不错 但是他的眼光啊 实在是差的 不能再差了 他费敌利诱 找了这么一个宋光宗 但是这宋光宗啊 确实让人大跌眼睛 宋光宗刚开始的时候呢 还像模像样 到后来呢 就原形毕露了 这个宋光宗的皇后啊 叫李凤娘 这个女人在宋朝的历史上 也非常的有名 我上一期曾经说过 沈阔的那位张氏夫人 可谓是北宋第一头母狮 那么南宋的第一头母狮 那肯定就要说是这位李凤娘李皇后了 这个李凤娘啊 非常的强势霸道 他疏离了宋光宗跟宋孝宗之间的关系 父子之间的关系 宋孝宗这时候也是做的太上皇 所以呢 宋光宗觉得不爽呢 也是因为上面还有一个太上皇 这个李凤娘呢 就上下挑拨 让他们父子之间关系啊 非常紧张 而且李凤娘呢 对这个宋光宗呢 也是管得特别严 有一次啊 宋光宗啊 无意中看到一个宫女的手 白兮兮的很好看 就赞美了一句 没过两天 这个宋光宗呢 就收到了一个礼盒 他打开一看 里面赫然放的就是那个宫女的手 就这么一下 宋光宗从此以后就疯掉了 大家看我前面说的像赵元祖 像宋真宗 还有像我们以前提过的宋英宗 他们的发病 基本上都是在受到某一个强刺激之下 精神就崩溃了 就开始发作起来 这可能也符合精神病的某一种症状 就是说 他们的基因里呢 有可能都有一个魔鬼 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某些特定的事件 强烈的刺激 就会引发他们的精神疾病 宋光宗封掉以后呢 基本上就不理正事 即使是在宋神宗生病的时候呢 他也不去宫中去探望 最后呢 宋神宗去世 他居然不准备为他的父亲办葬礼 自然也不会出席 他所做的比当初的宋光宗还要过分 于是呢 下面那些大臣们就非常有意见 当时呢 有一位亲王叫赵鲁渝 还有一位大臣 这位大臣的曾祖父 大家都非常熟悉 就是韩琪 韩琪的曾孙呢 叫韩托昼 当时呢 也是朝中的一名大员 他和赵鲁渝联合起来 两个人一起呢 就相当于发动一场宫廷政变 把当时的宋光宗就软禁了起来 然后尊他为太上皇让太子直接继位 这也就是后来的宋宁宗 这个宋宁宗啊 属于先天性的智障患者 史书上记载呢 说他是不智 其实实际上呢就是有点傻 宋宁宗过后呢就传位给了宋李宗 这个宋李宗呢在位有四十年时间挺长的 他在位期间呢在一二三四年联合当时的蒙古 灭掉了金国 算是为徽宗跟亲宗报了一件之仇 当然后来啊 宋李宗想趁着这个机会啊 把这个以前失去的东京汴梁啊 西京洛阳啊 都能从蒙古人手中夺回来 于是呢 他发动了一场叫做端平入落的这么一个行动 结果呢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从此以后呢 宋李宗呢也开始不理国事 后来因为宋李宗没有儿子 就把他的皇位传给了他的侄子宋杜宗 这个杜宗呢也是先天的智障 而智障呢 我想跟心血管疾病啊 精神疾病啊 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南宋呢 最后还有三个皇帝分别是宋公帝 宋端宗和宋末宗 最后在崖山海战中 陆秀夫背着的那个几岁的小男孩就是宋末宗 同时跟着陆秀夫跳海的 还有十万多人的宋朝的兵士啊子民啊 那段历史其实也是有很多可以值得探讨的地方 不管怎么说吧 随着陆秀夫背着少帝投海 宋朝皇室这个基因也就淹没在大海之中了 以上呢就是我给大家捋了一下宋朝的皇室人员 以及他们和这两种疾病的相关的一些情况 大家听完以后呢 是不是觉得他们真的有这种遗传疾病 还是觉得这是捕风捉影 大家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其实啊 在中国古代啊 这得精神病的人很多啊 只是呢 在中国古代呢 中医方面的没有在这方面的有专门的学科 大部分人理解的精神疾病呢 就是理解为癫或者狂 所谓的癫呢 就是一发病了就乐就开心就特别开心那种 狂呢就是有点侵略性质了 可能会伤害其他人 在中国古代呢 也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对这些疾病的处理方法 有的呢 治疗方法呢 甚至是用一种那种迷信的方式来进行 比如说驱鬼啊 说什么让道士啊 做法什么的 其实这方面的话题有很多 有机会呢 再跟大家聊聊中国历史上那些有名的精神病 患者 也挺有意思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本期节目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